马上好 我们来找饭 我也是 看什么 钱都不够了 哎哎哎哎哎 好几个好几个好几个 我直接跳起来 太近了 你请不要把那个引擎关闭好吗 我们随时 一定要逃跑 他们的房间 现在是晚上两点多 我睡觉的时候感觉到有一些动静 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豺狼好吓人啊 所以我起来把我帐篷的透气孔给关了 早上好 看昨天晚上豺狼来过 然后翻的满地都是的垃圾 现在我们去吃早饭 早饭好豐盛啊 这个是 看起来有点 我们又踏上了真城 Centice 尿尿 哇 尿在自己 喝的水里 哈哈哈哈 吊 吊 比我们超近的一头狮子 毛发蓬松 Please open your mouth 你追我的时候追的眼睛 大家也不知道动物在哪 都要全靠导游 用了无线电联系他的小伙伴 也就是其他的导游 看大家在哪里看到了动物 然后就会去那里看 接吻 这是羊肉XX的节奏 五十字躺下来准备递街 公十字的野蛮侵犯 在狮群的远处 就差那么一丁点 有一些 Zebra 他们刚刚想要过来 但是又看到了狮子 我们就赶快跑走了 他们怎么掉头了 这只 no door no die why you try 这只要做死的节奏 这只斑马这个 傻乎乎的 不知道是在想什么 想为观众奉献一波精彩的 tr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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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因为我有这个垫子 然后还有枕头 平常我之前去住帐篷 都是没有这种这么高级的装备的 只有一个睡袋 还有就是我自己的箱子的东西 全部都在这里 然后一个人住 所以觉得还挺舒适的 今天要出去出发一整天 然后现在我就要起来准备啊 梳洗啊什么之类的 好失败 就这样完成了 一小巷为首 好可爱 带着太高 洗澡 散热 大草原新闻联播现在开始 现在我们前面是一个惨死的 Zibra 后面是一个想要吃它的狮子 旁边有一大堆人类 所以狮子也不方便吃 怎么办呢 死到了斑马 狮子 人类 我觉得我们应该离开它让它每餐一顿 传说中的大千玺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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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来 专专专专业 儿子 都腿 以上就是坦桑尼亚日记最后一集的全部内容了 一周的旅行中 我们脱离了文明社会的便利 穿越了广阔的非洲大陆 拜访了草原上最原始的民族 更是遇见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和猛兽 虽然旅途奔波艰苦 但是却让我们体会到了朝九晚五金钱之上的城市生活之外 不一样的世界 如果你也想去非洲自助游看动物 欢迎到我的微信公众号 录路游记看我精心整理的攻略 如果你想看坦桑尼亚日记前两集的内容 可以到我的B站或者YouTube观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这里有一只死了的河马 现在还没有人吃它 对 应该是不好吃 你看明天就应该有很多动物来吃它了 好可怜啊